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就特地去我以前剛剛駐行做外傳上院寫伏空服務附近的餐廳吃東西 這間就是泰象泰國餐廳 又要坐下之後, 待會再見吧 千萬不要走開 去泰象泰國餐廳就可以在里東站A1出口 上了路面之後就向阿利洲大街轉右走 大約行程3分鐘左右就見到圖中指示這間泰象泰國餐廳 現在大約12點多, 剛剛午餐時間 這版午餐大格的Menu只有這兩版 都應該夠吃, 因為都有20多款 左手邊有青咖哩, 黃咖哩和紅咖哩 中間有泰式炒飯 低一點就是菠蘿雞肉炒飯和可蘭雞粉也有 都有我最喜歡吃的芒果雞肉炒飯 右手邊有粉麵類 還有湯殼, 江炒殼粉和紅咖哩湯殼 低一點就有拌的凍蒙, 喇沙湯粉也有 我最喜歡的芒果雞肉炒飯就上台了 這個芒果雞肉炒飯價錢就是68元 炒飯的份量和我兩年前吃的都差不多 都是這麼大份的 也都是有肉鬆, 腰果和番茄片, 青瓜片半滴 飯就夠大份, 看看裡面的材料和我以前吃的是不是一樣 炒一下, 都有提子, 蔥花, 雞蛋碎, 雞肉脫也算是夠多 另外也有很多芒果肉 開始慢慢吃一下 這個炒飯是有點濕濕的, 味道剛剛夠鹹味, 不會太濃的 拌一些提子, 芒果肉石, 蔥花齊蛇, 很香口, 而且很有自由口 層次感非常豐富 而且雞肉也算是嫩滑的, 味道稍微淡一點 再拌一些肉鬆, 帶了一點鹹味, 更加正 腰果都是新鮮, 挺脆口, 不會很軟身的 再吃一些青瓜和番茄片, 都是新鮮, 清甜的 這個芒果雞肉炒飯, 我吃過這麼多間餐廳之中 我覺得這個就是最好吃的 他們炒飯, 除了配料多, 有食後口, 吃到很多層次之外 全靠芒果肉, 芒果肉非常新鮮, 感覺很香甜 很棒, 下次你們可以來這裡試一試 五七可以加5-8元, 就可以叫一杯飲料 5元是普通汽水的, 而8元是比較特色的飲品 我叫了一杯椰奶紅豆冰 而這班名料的上面, 還有少少的五七可以選擇 紅豆冰上台, 看看有多少紅豆 看到紅豆汁非常多 喝一下它, 它的椰奶味都很出色 甜到來說, 微甜, 適合我, 不太喜歡喝甜的東西 比較甜味淡一點 椰奶味都很香, 紅豆又夠軟 正在上, 這杯紅豆冰都挺好喝的 而且只加8元雞, 非常值得 這個午餐, 我就吃了炒飯, 68元 加一杯飲品, 就8元, 總共76元 以這個價錢來說, 有少少的質素 我覺得都算是值得吃的 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也不算很小 裡面大概有幾張六至八人的圓桌 另外也有些長型的方桌 而靠門外側邊, 整排陸地的玻璃窗 可以看到外面的街景 餐廳的設計, 以木製為主 場邊也有少少泰國的裝飾品 上也有少少泰國感覺 而座位和座位之間也不算很擠 坐得也算舒服 還有多謝你們收看今集的 泰像泰國餐廳整個報告 本片內容只是分享個人意見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影片 麻煩你們訂閱和按LIKE 下次再見, 拜拜